相辉,对中国人来讲,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日常的逢年过节呀,这个信佛呀,都是要去试园去拜佛, 要过年的时候,要把家人失去的祖母, 请回到家里过年,这个香是日常化的一个材料。 因为你到寺院里面看到这些善男善女在烧香,敬香拜佛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香被烧完以后呢,放在这个灰池, 香灰炉里面,烧进以后的这个灰,它不是灰, 因为它是多少亿中国人,多少万中国人的梦想和愿望, 就体现在这个很轻的灰烬里。 好,好,好。 试院里,它不但没有反对,而且很知识, 试院里,它不但没有反对,而且很知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香灰这个材料 我们从寺院里请过来 我们不是买的 我们是请的 很尊重的一个行为 但是同时我们又捐助寺院 但是这不是一个交易 我们是捐助它 但是我们同时请它 因为传统的时候 香灰是要把它抛向 大海湖泊或者深埋土地 现在的香灰 就已经成了一个污染的东西了 环卫的垃圾工人 要把它收掉 融到垃圾站里 已经这样处理 那么我们每年要几千个地方 运到工作室 把它做成艺术品 其实这是一个很环保的行为 而且又把它转换成一个艺术品 应该说是一个环保艺术 很难的 因为这个材料在艺术室里边没有出现过 也跟艺术世界增加了很多麻烦 美术馆需要一个 将来需要一个专门的 Department 来修复这些香灰 对于我来讲 我们要有很大的量 去从试验里边的原始香灰去分类 分成不同的颜色 要如何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 因为这个灰分类很麻烦 要把它再做成一个艺术品 它需要很严肃的 很专业的去研究才能做出来 一个是回到中国以后呢 发现中国跟其他的国家 世界呢 有如此不同 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是在疯狂的发展 速度是让人难以置信 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在忙碌 所有的人都感觉 这个国家整个是很疲惫 拖着这么大一个身体 要生产 要把新的东西产出来 所以这是我觉得也是我艺术 我原来的新闻艺术的一个延续 也是我对现实生活的一个写照 工作室是让所有的助手呢 把自己的欧品 就是把他的思想全部打开花 让他把自己的聪明才华全部拿出来 但是是在一个人的思想的统治下 完成了所有的作品 这是贯彻一个人的观念 我没有考虑过中国的还是非中国的 我只是看到这些门 看到这些香会让我把童年的 我这前半生的这些记忆 一下掉出来的 我看到它我有感觉 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 就是用了这样的门 我小时候在中国和这个祖母 就是去试院烧这样的香 所以这是一种灵魂 所以每天在工作室里工作的时候 我不是在跟这些材料打架的 我是在跟许多灵魂在一起工作 你们看什么 我还会给你们 ráp的 这场还有不明栏 这場にはоз来越来越多了 我们在许多灵魂自超学琐OL 感谢观看